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这只也是观众反馈的比金豪七五好也是一样啊这个非常像爱马仕的一个包装 然后他这个logo啊也是一样其实logo是真的挺漂亮的这个文字等等的设计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经过去考量过的啊这个颜色也是相当的棒 然后这个应该是我弄到的嗯二维码不知道还没少过有机会再少吧然后千古文具哇这很很气势的名字好那个包装上面就是很平常的非常简练然后打开一下这个包装啊这种包装是我最爱的因为比比较多然后像这种就非常好好放了如果盒子稍微大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麻烦那一个就是拉米龙骨盒的那样子 一个鞋套啊好那个扔一边好看一下这支笔那我买的是一个金色的这然后这个那我先把它拿出来 好像这还是我第一支做视频的就是带格温的笔好那首先这样子整支笔看起来先啊先还是先看一下尺寸吧尺寸尺寸 哎呃不好意思啊有点急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尺寸先尺寸的话是这样子嗯这支笔的话首先呃跟平常的笔都长大小基本一样好像国产笔的长度都是很固定啊不会说有很大变化因为每次刚刚好就是八八百这样子短一节这样笔杆上面会比M800稍微细不止一圈吧反正就是非常有中古笔的一个味道 嗯因为中古笔感觉就都会比较细可能跟当时的人的体型的等等都有关系好那个笔尖的话也是一样非常小的一个笔尖啊跟这一身之一比起来我许这个笔尖M800都显得有点巨型的就别说M1000的那个笔尖了嗯笔尖反有点像应该是145那个大小的一个笔尖然后看起来其实挺漂亮的 我个人觉得另外呢就是嗯这个笔尖的话没想到是一个像双色尖呢我还以为是一个单色尖呢现在做笔的一个门槛吧感觉越来越高了基本上好像 那样国产标配都是双色尖为主了好那一个我们继续来看完笔的一个大小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啊不重量尺寸看完以后好那个来看一下好带帽的一个重量是27.5 拔帽以后的重量是18.1好大概就这样子一个重量18.1好然后然后再下来这个笔应该是不会打算给你倒叉的好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纹路吧哇有纹的这个非常有中谷味而且他通过光线这个反射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纹纹路还是呃纹理和效果真的挺特别的嗯 嗯这是一个应该是叫那种呃这种叫什么铜色他也不是黄铜色也不能叫青铜色也不能叫古铜色也不是铜色这种应该叫什么铜色就因为他这种然后泛黑我一直想知道这个铜的颜色因为这里是亮的然后这里是黑的好像是比较早的那种铜器还是叫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种铜器经常能看到这种效果但是他那个拉丝的就是黑色就是一丝丝 那种感觉吧以前好像经常看到现在好像不怎么流行了好回归到钢笔上非常漂亮的一个银格纹然后笔甲啊还可以不算粗啊不不算紧也不算松这样子非常适中上面的就是国产很常见的一个小圆角然后再加一个黑黑色的一个呃笔头呃笔帽头然后笔尾的话就是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不好做 如果这里是能完全就是干净一点就一个圆头那样子就笔杆这样子一体那会漂亮很多估计是很不好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面还有一些鞋纹呢没想到哎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个电镀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干净能看到这个光位渐变得非常的顺但是那个呃还是有点就是不够锐利还是喜欢那个光比较锐利一点 但这个好像还是欧比和欧比会做的比较明显日比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握感首先这样子非常长的笔握啊个人很开心这只笔用起来中一只中古笔怎么讲终于看到一只中古笔然后用起来没有中古的味道了因为中古笔或者就老笔嘛他都是太对我个人来说太细了用的真的不太舒服 但这个有一个小缺点我拿到稍微高点就快有点垫不到这样子了我个人还是他这个如果能再长一点我觉得会好一点点 然后呢这根笔的话一个塑胶的话不太懂这个是什么塑胶反正有点特别 但是又没什么略质感反正是这样子一个喷砂的一个 就有点磨砂的亚光的这样子一个材质反正个人觉得摩擦力其实还是挺够的就是配了一个小一点笔件个人觉得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笔帽上面应该呃怎么讲卧下反正挺扎实的应该那个密封心就不知道里面不确定有没有套筒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我们来赶紧上下墓我觉得这个就基本上每个人都最期待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对就是这样子一个铜色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啊不对还有一个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哎还好不然每次拍到因为我拍片都是临时即兴的那很多时候就把事情给忘了 好看一下这个笔尖那我应该我F尖那是EF尖了反正就这两个吧F尖吧 然后上面的这个纹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比较有中国元素的这种就是这个纹 就比比起平常现在很多国产笔他都拿了万宝龙的那个纹去挂上去就那种螺旋纹嘛 那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方比较硬我觉得还是比相对来讲比较中式一点这个这个这个效果 好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的话整体来讲比较修长一点因为可能是小尖嘛 嗯笔的话就中间有点中中缝的话偏长的一个一粒 然后呢这个 对然后这里的话一粒感觉不会特别的厚或者特别圆 这样子应该写中文还是呃偏向于写中文的一支笔 然后这要比尾部这样子非常打磨的感觉非常漂亮你看左右两边的光位都是能完好对称的 就是感觉不会有任何偏差呀 好可以可以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看一下这边 对反正就是也没有错间等等的问题现在的笔基本上下线都很高就是看比上线 好 然后这个 呜可以可以好那笔尖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然后 一样我们赶紧来上一下这个墓 好那我插一下赶紧的我今天用的纸巾挣不少都有十几张 嗯那个上万末赶紧试写试写天都快黑了 好那上面做过一个waterman的一个书写然后 这一次的对比我们就 简单一点就直接只写 精好的 好书写完以后啊这个 呃跟网友说的一样这支笔非常适合写中文的就是这个流畅度你听一下这个阻尼的声音非常的刚刚好 特别从左往右的时候那个书写感特别的好 呃阻尼感刚刚好些 就是明显就是比较偏向写中文的一支笔了这么看的话 笔尖的大小没有影响到他的鞋感了就是你不会感觉到这个肩非常小 书写起来的时候 阻尼感 刚刚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 笔握非常长 那就是说在会把他这个笔尖太小的一个部分给就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缺点了 笔握比较高嘛 那就笔尖太小的一个地方有时候这么小会有时候会不太看得清这个笔尖 他这个笔握比较如果拿低那就感觉就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有时候看的真的不会那么清楚 那我通常 加上如果我现在自己我本身拿笔拿的比较高的就是我个人个人习惯了 然后在用这个尖的时候会感觉啊 书写起来就看的还是非常清楚 然后再加上他书写感受真的很不错 很有就是 老笔的一个风格了可能觉得就他这个书写感受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笔的话粗细度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就是非常适中 呃0.5来讲基本上大家都是差不多不会觉得说啊我这次特别粗或者特别细 这样子 好那 呃大概 这支笔评测就到这里了 但是最亮眼的还是他这个的格纹 书写来讲的话一样能用 但是喜不喜欢主要还是看你自己 那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漏奖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或者就是说有问题问我的给我留言一下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